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要教你五个动作 来练出人人都想要的马甲线 那么前提要告诉你 练马甲线不是你跟着学完做一次就可以的 今天我教你的动作 你一定要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好吗 那下面我来教你 如何练就马甲线的五个基础动作 卷腹是一个腹部针对性训练动作 仰卧地面 双脚踩地 双手放在大腿上 吸气 吐气 吐气向上 让自己的下背部完全提起地面下巴内收 手向上摸 能够摸到膝盖 第二个动作 平板支撑 能够训练到我们的腹部 手臂以及全身的核心 包括我们的腿部 平板支撑 让我们的手肘与肩平齐 坐落在地面上 双脚 喉咙 臀部收紧 腹部收紧 身体成平板 肩胛骨后收 胸平起来 下巴内收 头不要向前看 而是向地面去看 腹部收紧 臀部收紧 让身体保持一小时间 这个动作 需要我们做30到90秒之间 争取自己的情况 下一个动作 侧板支撑 是用来训练我们的腹外斜肌 将我们的手肘 放置在肩部的下方 大臂垂直于地面 将双腿打直 宽部侧向地面 将我们的手放在骨盆上 注意这个时候将肩向后沉 千万不要总肩 好 现在呢 吸一口气 吐气时将身体撑起来 成一个平板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要注意宽部收紧 向前 不要做成弯腰头背 那样的话 会让我们的肩部 以及我们不希望的部位带长 这个动作的发力点 是我们的侧腹 如果是新同学 刚刚开始训练 我建议大家 可以用膝盖支撑 将小腿放在身后90度 大腿与身体 成一条直线 同样将自己撑起来 这样的话 压力比较少 亲手就可以接受的 这个动作 要做30到60秒 下一个动作 仰卧举腿 这个动作 是用来训练我们的下腹部 我们仰卧在瑜伽垫上 将我们的下背部 贴紧地面 不要弯腰 双手打开 掌心朝上 肩胛骨贴地 下巴内收 好 现在将我们的小腿 离开地面 新同学可以用90度的方式去做 将自己的脚背绷直 慢慢将大腿向下落 让脚尖触地 后 抬起 注意 向下时 慢慢地吸气 起来时吐气 感受下腹的发力 如果觉得这个动作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进阶 将双腿打直 慢慢向下 然后再抬起 注意做这个动作时 千万不要将腰 脱离地面 如果有的同学腰背不太舒适 那么就采用90度的方式去做 最后的动作 静态减腹 先将双手放在身后 手肘向后 大臂打开 先向后夹 腹部收紧 慢慢地将腿抬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的发力点是在腹部 尽量让自己的手承担非常少的力气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进阶将手抬起来 今天教你的五个动作都学会了吗 今天的卷腹 平板撑 举腿 侧板支撑 等 能够很有效地帮助你全面地训练你的腹部 能够训练到我们腹部的腹直肌 腹外斜肌 还有它的稳定性和耐力 希望你在学会这五个动作之后 能够坚持不懈地去完成它们 给你的频率建议是 因为它的强度并不是很大 我希望你每一次可以做到15到20个 支撑类的动作呢 一次做30到60秒 每天都去做它 一次做3到4做 那相信你 很快是可以达到你塑形的目的的 但是如果你的腹部脂肪量较大 那建议你同时控制自己的饮食 并且有很好的有氧训练计划 才能够更好地帮助你 起到一个腹部塑形的作用 早日获得马甲线